感觉这雨不太对劲 只是淋了两分钟 怎么就好像淋了两天一样 在雨中 怀尸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身后的人开始粗暴的推散他 怀尸无力的踉跄向前 只觉得手脚冰凉 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究竟自己要怎样长春藤联盟才满意 眼泪都快不争气的流下来 只感觉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眼前 等上到飞行器上的时候 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他甩掉了头发上的水珠 抬起带着镣铐的手 艰难地揉了揉鼻子 环顾着四周那些神情不驯的噩梦之眼们 咧嘴微笑 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大家好啊 他看向一个好像是队长的角色 问不好意思 有烟吗 抽着烟的队长抬起头 冷漠地看着他 神情阴冷 没有说话 而等到座舱的门缓缓合拢 外面的人再看不到里面的情景之后 他便忽然走上前来 两边的人伸手 将槐尸按住了 就在他想要挣扎的时候 就看到魁梧的队长抬起手 一拳打在自己的肚子上 巨大的力量令槐尸忍不住弯下腰去 干呕 差一点 就把刚刚吞进胃里的钥匙给吐出来 再然后 他就被拽着头发 强行扯起来 别以为你是什么狗屁监察官就能在我这里讨好 队长拔出匕首来 对准了槐尸的脸 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老子不在乎 不同于家大业大的长春藤 这群在地狱里私混的雇佣兵根本就不会害怕什么天文会的权威 离开陷阱和边境之后 哪怕是统侠局的力量也无法辐射到每一个地方 无归者之墓里大多都是这样无法无天的角色 这里面说不定就是杀了天文会的什么人潜逃到地狱里的呢 监察官的名头 在他们这里一文不值 况且 槐尸给他们带来的惨痛战损还没过去一个钟头呢 他们怎么可能将这个阶下囚奉为上宾 路上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动什么歪心思 说着 队长的匕首便缓缓地从槐尸的脸上划过 冷酷地割开了一道裂口 血色自其中涌现 六重加索遏制了槐尸一切超出常人的能力 强行将它重新打回了普通人的范畴之内 也再没有什么剧毒可以自保 这一次 是属于常人的鲜红血液了 缓缓流下 再让我从你的嘴里听见一句废话 队长面无表情地甩掉了刀刃上的血 弯下腰 凝视着他的眼睛 冷声说 我就剁你一根指头 在沉默的对视中 槐尸的嘴角忽然勾起了一丝弧度 燃血的面孔微笑 就好像轻而易举地窥见了那一张强硬面目之下的软弱那样 如此嘲弄 但你一定不敢杀掉我 对吧 老九 队长直勾勾地看着他 忽然下令 马上 便有旁边的看守者起身 强行将他的手腕抬起了 掰开手指 自始至终 槐尸倒是没有怎么反抗 只是在刀刃落下之前 他忽然说地狱音乐协会 动作一致 队长的眼眸缓缓抬起 神情越发冰冷 你说什么 说了一些 让人讨厌的话 槐尸微笑着耸肩 我知道这么说一定会有人又不高兴 但我还是要啰嗦几句来提醒你 他说 如果你不在乎监察官的身份 那么 灾厄乐师呢 槐尸端详着他的眼瞳 轻声问你斩掉了灾厄乐师的一根手指 朱棣玉音乐协会会有什么看法 你们之间是有协议的吧 谁来为你们提供灵魂创伤的治疗呢 无 顺带一提 我还是一位深渊除魔 除魔大赛组委会官方认证 或许你会想看看我的证件 买不到食物和毒药怎么办 以及 我还是所有边境中最大的情报中转站暗网的传奇调查员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对吧 沉默 沉默和死记突如其来 在队长的面孔上 隐隐可以看到暴怒的血管在额头下面跳动着 越显猙獰 而怀师笑容依旧 在他的脸上 猙獰的刀口已经开始缓缓合拢 除了幻觉一般的鲜血之外 再无任何的痕迹存留 现在 你可以把我十根手指头剁掉了 或者让我重新问一遍刚刚的问题 怀师微笑着 问 不好意思 有烟吗 等雷蒙德他们回到基地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在闸门的后面 雷蒙德还没下车 就看到了守候在那里的灰裙少女 老司机顿时有点头疼 该怎么跟他解释呢 他本来想要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敲咪咪的溜走 可在等待片刻之后没有等到怀师 圆圆的神情微变 竟然向着他走过来 雷蒙德先生 请问老师呢 他没有在这里吗 呃 雷蒙德愣在原地 感觉自己为数不多的脑细胞开始过在当机 对不起 你的老师被根本莫得良心的大宗师给卖掉了 丢到对面去当了俘虏 但是你不要担心 对面肯定会比我们更恼心 这样的话他根本就说不出来啊 在少女不安的凝视中 他的神情越发的复杂 下意识地躲闪着圆圆的目光 直到圆圆察觉到不对 踏前一步 再次问雷蒙德先生 老师去哪呢 短暂的沉默之后 雷蒙德低着头 吭哧吭哧地回答 你们的老师 他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沉默突如其来 他感觉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雷蒙德试图亡羊补牢 赶忙转身从副驾驶上 拿出怀师没带走的东西 交给了圆圆 这个是怀师留下来的 圆圆愣愣在原地 呆滞地接过 低头看着手中的头盔 翻转过来 他就看到角落里 那个桃红色的珠形涂鸦 难以置信 他还记得这个涂鸦 那是老师在修整的时候 随手画的 用了他的记号笔 当时的老师还开玩笑说 过几天回来给他 他和小石九也画一个 可圆圆现在却发现 他好像等不到那个男人回来了 如此突兀 在寂静里 他一点一点地蹲在了地上 用力地抱着那个头盔 再忍不住眼泪 大哭了起来 在旁边 雷蒙德手足无措 等等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就在怀师被阵亡三天之后 长春藤联盟的驻地里 地下六层入口处 丽兹通过了安检 抬起手腕 展示上面圣狠所投影出的二维码 全线A级 登陆名丽兹 金发的少女说 我要进入地牢提审犯人A01 桌子后面 记录者通过了全线 大门缓缓开启 抬起眼睛看着面无表情的丽兹 神情就有些诧异 大祭司也要下去了吗 他感叹道 看来这两天还真热闹啊 等会儿换班之后 我也下去看看好了 嗯 丽兹察觉到哪里好像有点不对 眉头皱起 但最终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转身走进了电梯 向下 穿过了重重封锁 走进最危险的监牢 然后 大门在他的面前打开 一个不安的声音 从前方队伍的尽头传来 怀师先生 我最近总是喘不过气来 莫名其妙的头晕心慌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紧接着 一个听上去和善温柔 值得信赖的声音问道 这种情况在你休息的时候 也会出现吗 偶尔 独处的时候也会有吗 是的 有可能是幽闭恐惧症 初期的话还好 但如果放任状况太久的话 有可能会恶化和加深 影响你的身体状况 你现在应该已经有厌食的倾向了吧 对的 没有错 吃得很少 一阵书写的声音从长队的尽头 牢房里传来 很快 一张便签被撕下来 递出了窗口 这个是初步的诊断 等你轮值结束之后 可以去找长春藤的医护士看看 开点要吃 注意配合医嘱 否则你也不想在地狱里得上抑郁症吧 结果便签的首位顿时惊喜起来 连忙点头 谢谢怀师先生 不客气 顺手之牢 牢笼里的男人笑了笑 扬声说 下一个 哼 看到他在牢里还这么嚣张的样子 丽兹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直接抬起手推开面前碍事的家伙 直接向前 不要插 对 被推开的家伙抬起头 看到丽兹 顿时脸色变得僵硬起来 很快 所有工作时间滑水的首位们 都乖乖地站到了角落里 而丽兹迈步上前 站在牢笼外面 看到里面容光焕发的怀师 简直好像是在度假一样 轻松又安闲 丝毫没有身为阶下囚的自觉 甚至还给他不知道 从哪弄了一张桌子摆在里面 还有笔 我不是说过 不准把任何尖锐的东西给犯人吗 立姿皱起眉头 回头怒斥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 难道就不怕这个混账 把你们的喉咙给戳碎吗 我要指出这是对我们之间信赖和羁绊的侮辱 不等别人说话 怀师率先严肃起来 这几位守卫先对我都挺不错的 还愿意陪我这个俘虏聊天 劝我投降长春藤联盟 不但没有刻扣我任何的伙食 甚至还给了我用来写字的笔 难道我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素养的古典音乐教师 会恩将仇报 那这些东西当作武器去伤害他们吗 一席话说的旁边那几个守卫连连点头 一副没错 怀师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做那么过分的事情的表情 让立姿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群王八蛋是被洗脑了吗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丁点警戒心态都没有了吗 立姿端详着牢笼里的怀师 顿时忍不住吃笑出声 你看上去好像混得挺不错的吗 竟然交到这么多朋友 大家只是旅行公事而已 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 请你不要怀疑贵方人员的操守 倘若硬要说什么的话 就当我这个人比较招人喜欢吧 丝毫没有任何廉耻的某金牌牛郎甩了甩了头 端详着立姿 神情顿时有些惊异 这一身穿搭不错啊 重新做了发型 如今面前的少女不见曾经的汗勇之气 虽然也没依旧解傲 但妆容和耳钉的搭配简直完美 发型从脑后散了下来之后 重新经过了编织 气质温柔了许多 再搭上颇为凸显身材的牛仔裤和T恤 看上去青春洋溢 否则呢 立姿默然的问 否则呢 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肌肉长到脑子里的女人吗 哪里哪里 怀师诚恳的回答 只是赞美而已 但愿如此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如此 但心情却难免略微的愉快了那么一点 只能说长春藤内部不是一群每天格子衬衫穿到死的死阿宅 就是一帮子根本不把他当女人的直男癌 他从没有想到 第一个注意到他换了发型和耳钉的竟然是这个家伙 虽然两人之间的短暂过去充满不快 但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姑且还算是有点眼光 倒也没有辜负这一张漂亮面孔 跟我来吧 他挥手示意旁边的人打开锁 老师要见你 怀师汉手 十分配合的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手铐和枷锁 冲着其他人笑了笑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也赶快回去工作吧 还有 修伯特先生记得饮食少油盐 你的胆固醇已经超标很久了 一个体型有些肥胖的手卫顿时摸着自己的肚子笑了起来 朝着怀师摆了摆手 谢过了他的担心 丽兹的神情顿时再次阴沉起来 这个家伙就毫无顾忌的 在他眼前显摆自己跟其他人的深厚交情 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中吗 以真心换真心 怀师好像能够想到他在琢磨什么一样 叹了口气 认真的劝告道 交朋友真的很简单的 你就是大祭司当太久了 总是端着架子大家才会怕你的 闭嘴 丽兹美好妻儿的一拳砸在他的肚子上 转身往前走 只是在路过其他监牢的时候 他的脚步微微一顿 看到了里面的囚犯 那个前些日子因为和长春藤的成员私下斗 偶尔被关押在这里的噩梦之眼 那个浑身肌肉和伤疤的男人正穿着背心 一只手拿着哑铃坚持不错的锻炼着 而另一只手却拿着一本书 看得正出神 失而忍不住跟着哼两句 丽兹的脚步一顿 眉头皱起 你在看什么 嗯 魁梧男人看了他一眼 把书的风皮抬起来展示 古典音乐赏西入门 神他妈古典音乐 你们是不是有病 丽兹感觉自己的眼角开始狂跳 大哥 你就不能看看你自己的形象吗 你有哪里看上去和古典音乐很搭吗 锻炼的男人反而茫然的看着他 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在撒什么疯 算了 荔枝咬牙 窝着一肚子火 向前 他今天就不应该接这个火 接下吧 周周 这就是我熬了四十多个小时的波纹